好意外發生瞬間喔 其實警方調查是一輛多元計程車撞上一輛白色休旅車 導致休旅車失控 衝過了分隔島又撞上對向好幾輛的七機車 當場造成了六人死亡還有八人受傷 墨建造勢駕駛被帶回甄訊 初步排除是二億傷害 但是不是自動駕駛出了問題 還需要後續的調查